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先有10个网友说举手出现 有3个说突然未收到工 绝对体量 还有几个来了 因为今天本来7点开球 现在7点15分 因为有几个未来 我们等他们 不等15分就起闹了 今天有点净净的 为什麽呢 因为我预了头两节很多网友坐在我旁边 今天跟我聊天 我聊天就正好 起码杀我两节不用做那么多准备 通常你都知道每一次都很浪费时间做准备 所以我准备了一节的内容而已 怎麽不知这帮网友就很害羞 全部不是出镜 不过为了告诉大家你们存在 还有大家等了15分钟 麻烦你出声先吧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全部都太害羞了 所以算了我们不强迫 因为没理由别人不想上镜 肯定要上镜 我们就好像隔空那样谈谈 在座就有四五位朋友在那裏 全部都是 是不是看安力节目几乎 我看了 KC开始看 KC推幅图开始看 这个开始看 不是由我们最早Vchart 我有看你的Vchart 有Vchart 但我不是以前开始看 是 可能我是看你的记录 是 不是由零开始看 OK 那你有上 因为刚刚出声这位朋友 有上我们初班 是不是两班都上了 我上一班 第二班就 第二班就没时间交 就是初班又上了 我其实等你开第二次 十字班没上到 初班又上了 你也是 是 你是说是 是 有些声音 否则有些人觉得很奇怪 好像我和你都空气都聊天 我上了初班 你也是初班 看了半年左右 看了半年左右 之前 Vchart 没有看过 有没有翻看过 以前Vchart 有 那些跟初班教的东西都类同 这些是很仔细的 你说的 你是一个工具 是 那个是浪费了很多时间 去做 比如我 我自己本人 我是身不太坏 所以我还是要看几次 至少我看论三次才明白 老实说 我是这样 比如我看几次 我自己的上网就看资料 是 我才会理解我 原来你说的情况是这样的 是 或者我不可以只看一个单元 是 就是要有无论性 是 因为你也挺好的 因为最简单就是 会是由最基本 由一幅图怎么开始画 日子 日子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 喂 不是说这些都不懂 其实香港就很有趣 香港就很多人炒东西 无论你炒股票好 炒外币好 炒金好 很多人炒 但其实过程里面 知道究竟里面发生了什么 真是好笑 其实这个也是 为何搞这个节目的 一个起心动念 因为见了太多人 所以 加上FTA我们的会 成立了之后 我们希望推广到技术分析 使得多些人 更加清楚 怎样去看市 或者你两位呢 我都是看 Rechard Rechard 你真的很久 然后是肥仔 上次是否喝东西你又来 没有 上次去酒吧喝东西 网罪有没有来过 第一次来的 第一次来的 我都记得好像有印象 是吧 第一次 我第一次上来的 我第一次上来的 不是第一次 那很久了 肥仔也不是很久了 肥仔也是去年的事 V7就再久了 现在是去到2015年的9月 那时候开始 那你呢? 是 其实我在YouTube那里 是 看到你们 是 是 很后期的 听到你们说 霸财 是 自己又试一下 是 是 那就可以了 是 最主要是港股 是 如果你说得霸财 是主要是港股 是 我都看过 我都看过 你的软件 是 是 你有没有用到他们 没有 是 大致上 正正是为何搞这个节目 或者之前你有VChart 正正因为很多人炒 不过很多人是一知半戒 其实我想问 这段时间你们两位上我课 你们都跟了那么久了 之前和之后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 当时除了我设计 有什么提示 买什么会购之外 其实 有些什么 你觉得有什么 difference 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 我可以先说一下 我自己的区别 譬如 是我入市 和出市那一刻 是 掌握到 少少的 是 以前不是很知道 什么时候入 什么时候走的 现在就 都知道 都试过几次 都刚入了 刚走的 但以前是不会走的 以前都不是觉得 入得对的 以前有听人说 或者以前是 人家说是对的了 你买了 但不知是几个 不知是什么时候入 因为整个 譬如 就算是香港股 都有 整个9个小时的trade 接近 8-9个小时的trade 你都不知哪个时间入 这个是 我对我来说 一个分别很大 因为入市的timing 很重要 出道很重要 这是我领略到哪个部分 是 或者其他呢 有什么感觉和分别呢 就是看之前和看之后 或者上课前和上课后的那个 我上课前 也是不懂技术分析的 但是上课后 我上初班 上课后 我就知道如何滑舌 或者是形态 是 或者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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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会知道 会好很多 是 就是 会好很多 是 因为面对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就是入所 不知不知不知走 是 所以今天 很有趣的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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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分析讲了这么久 就是有少量来 就是去到今天呢 就有少量总结了 是 昨天我先看一本集志 应该iMoney开的名字没错 iMoney里面说选股汽车股 选汽车股就是首选吉利 其实这些 你说现在才去吉利 你敢不敢买 有点迟 有点迟 在团圆上 买了给人吉利 就是接货 其实就有几个层面 其实原来我们自己贴吉利 已经是很久之前贴吉利 其实我们很久之前贴吉利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五个多到六个多 六个多贴吉利 好像去年年底贴过一次 第三月又贴过第二次 但是第三月其实我自己的同事 做分析的那些也是再贴过吉利 因为我在上日第一财经 有另外一个节目都是贴吉利 其实我们叫做基本分析是漂亮的 其实它漂亮得来早已经知道的 不是现在才知道的 只是买不买它很有趣的 那个基本消息公司是好的 不代表股票升 搞清楚一件事真是真事 其实基本分析是一个解释 一只股票怎样升 它就不是告诉你这个股票预测它要升 最主要因为就是你 我今天跟你一间公司拆骨 去分析公司里面的数据 不代表有人买股票的嘛 你要买股票就一定要分析完那间公司 然后你要把这些东西慢慢吹出去 那些人相信了 那些人才下注去买的嘛 你没理由看完自己研究完那间公司 然后你主顾要问它要上升 因为它是undervalue 但是不一定是 那为什么技术分析有个角色在呢 就是因为当那些人真的下注去买的时候 我们常常强调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有个趋势 有个趋势之后有没有能量 有没有能量才能够告诉你 是不是要走 所以吉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吉利其实在六国纪的时候 就真的开始是一个大形态的爆发 跟着也有够子弹推起它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案例 就算现在我刚才说的看iMoney 现在才说基本背景是好 太迟了是不是 现在才是太迟了 太迟的时候也不代表不买得 我又这样看 其实这个就是普遍人呢 刚才我问你们 跟你几个看这个心态 你就觉得 哇那么贵 现在会不会你现在才买才可能 它反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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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觉得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一间公司其实当它估值升的时候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PEG 就是我们叫Price over PE sorry Growth over PE是正在升的 就是说没错它是贵了 但是因为它的增长 只要是升得比它的价位增长的话 其实它明年的PE都是便宜的 就是都是去回 譬如我现在买到20%的PE 但是它的Growth是一倍的 那你不就只能买得十几倍的PE 那十几倍的PE一向都经常 市场是说接近20%才是 Market Benchmark 那不就还有税位增长 所以就不是说一定 说升得上是贵的就不能买得 这个我觉得我在概念上 我就觉得我就不是很购买的 我就不是很购买的 那反过来我还记得中国人秀 刚刚出的时候三元几元而已 我都说节目里面我都说我帮我妈去买 三元五元我就能买到会飞 去到五个六元赚了一倍了 能买到贵了 结果就升到几十元 是吧 那这个过程里面很简单 因为腾讯很利益 腾讯288元 你市申高了 他记得腾讯已经拆了 不拆现在几次 一拆三就拆 一拆三 九百多元 一拆五 好像不是 一千多元 你想想 那你由下面 双位数升上来 中间每一点都是贵的 这个就是很多时候市场 那些人就问 哇这么贵 不买了这么高 不要追了 这个就是一个很错误 而且很难听说一句 也不要说愚蠢的 因为这个经验 你玩这个游戏里面的过程经验不够 使得信心不够 令到你觉得哇这么贵我还买 但是我告诉你 腾讯起来任何时候你都买得 只要我大桃花不改变的话 你看到那些 growth还是很厉害的话 你只会遇到一个调整 你不会遇到一个collect 就是最多就是要调整 但是调整没问题的 调整你不是最多调整的时候再买 再扣用 这些股票短期里面 但是桃花不变的话 基本上 三百元左右 时间问题 我觉得时间问题很快 好了 那大致上 今天可以再分享一下你们 因为我们那个选股器 选股器也做了一段时间 整体上 留言一下选股器 因为我也不知道 这些人的反应 这些feedback是如何的 有什么意见 选股器 不是我认识的公司 然后帮他吹出来 完全不认识的公司 我最喜欢今未来 我都竟然说要买今未来 那就是没有感情的 只是当我一件商品而已 选股器也开始了 有三个月了 都有了吧 两三个月不分 有了有了 整体 笼统一点 感觉上行不行 感觉上行不行 帮不帮忙好手 对我来说 假如有很多钱 多到比较大 大一点的产品 就会可以 帮到手 不过问题是 现在在我们比较小户的情况下 可能是 要有点靠运力 打哪一只 OK 你问我 纯粹 同意 因为始终 这个水股器一开一波爆出来的时候 是真的由 千几只主板里面 去拉出来 没意思 我看到很多 你给的那些数码 其实大家的形态有些很接近 是 所以 实际上太多 是 太多也是很接近 太多又得值得买 是 所以 还有我觉得是要 你问我是纯粹 我个人就是 就是要有些时间 很专心地 看实这几个 买了的股票 其他呢 我就很少跟 但是我就觉得 会引证到一些形态 是会有效的 是 或者是 例如 例如5号 或者 屏幕有信心 是 是因为那些大 是啊 没错 就是不懂那些 我说服不了自己走路 对啊 没错 但是一个点就是说 就是你会看到 引证到一些形态 动力 是啊 就是会 我都认为 相信这件事 因为有 好 先听了这么多个问题 你个人呢 我听了你说之后 都是集中在蓝筹 对啊 如果你是小股 是觉得 看图都是高追的 就是高位一路出讯号的 是 我觉得就算追买 都会选一只来买 就是 有没有用过他来选择过 真的买过 就是有没有试过在选顾器里面跟他买过 有没有试过 都是买蓝筹的最多 都有 就是选顾器选出来那些你都有跟他买过 不够 应该赢得到 如果要赢到蓝筹 就输回到蓝筹 那些都没事 或者你呢 其实我真的不太敢买世界股 是 是 那里面都不是全部世界股 有些都是市值很大的 又恶别几只都 其实是的 不过就是我自己手上有一堆 的 所以就 今天只会跟着152 跟着152 ok 这些不怕的 就是说152这些我自己都有买 我自己也帮客去买了 我就不是很担心 最主要就是 在选股的过程里面 到后期你都会发现到 我都会看那只股票 我都在镜里面说 这只原来没有牌的 原来是两边 Beat and Ask 里面 还有几千估计几百估计那些 不要搞了不要搞了 我都会有关系 因为选股器始终都是纯粹用技术分析那些工具爆出来 爆出来不代表他有成交或者多成交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关系 我可以给大家去看看现在有些什么如何操作 这个就是我作业轻衡 除了叫人买之外我自己也有买的 其实我说这两个星期因为19日是星期一 19日星期一我自己都 214我不是说我买214的 我有214有犯牙 我都是一冲上那一刻我都撇了 就是一炒一炒一炒下来的214 这些突然上升了十几%就松人了 始终就是这些股票 这些不是大类炒不知错多久的嘛 中了就走 还有你都看到买得不多的 你能够买都是得几万元的 你见我买都是买了几万 我售两口都是大概十几万货 都买得不大是吧 这些股票一而请过是有这个制裁的 这些人和中兴通讯 中兴你看到我十七个七个八我都买了 我做完选股戏我十九日 两个星期前我自己都买完再买 我前后都买了七十一万 买了百多万钱 这些就够买了十七个几 但中兴一夹上去十八个几我都走了 十八个五十八个无法 那天都冲上低下我又走了 其实因为选股戏 看这个先 吉利175 吉利我几天买了十四个八买了 几十一号 二十一号买 上星期二号 十四个几人说 哇十四个几还买得这么高 几十一号买 经错过我们精彩的节目 现在上来这个网址 就可以订阅我们八大频道 付费之后 还可以充满所有精彩的节目 记得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和赞好我们的Facebook专页 我们现在在走